狗是人類最好的朋友 但是跟狗親近也只能到一個程度吧 台中縣有一位太太 她抱著她的愛犬到美容院去 結果幫狗狗梳毛 竟然就拿美容院裡面的梳子 好了梳完狗毛了放在那邊 其實上面呢 都已經有狗的黴菌留在梳子上 接下來還有八個貴婦進了美容院呢 梳頭梳一梳 欸 全部都感染了黴菌 結果開始掉頭髮了 醫生提醒大家再怎麼愛狗 狗要梳頭髮還是拿狗梳子吧 欸啦 這裡啦 現在看好多人在給牠睡 真的好煩 小狗狗可愛的模樣非常惹人疼 被主人緊緊抱在懷裡當成寶貝 但沒有想到卻有狗主人因此感染了頭陷 頭皮凸了一大塊 看醫生之後才發現原來是自家狗狗惹的禍 狗會當著自己的寶貝的兒子 然後會把牠毛梳出 然後就拿來自己梳自己的頭髮 可能會把一些狗狗的病傳到人的身上嗎 可能沒有考慮這一點 患者的頭皮整個紅腫不斷掉髮還凸了一塊 原來狗主人帶著愛犬上美容院做頭髮 不僅拿梳子自己梳頭還幫狗狗梳毛 將梅菌留在梳子上 害得其他到美容院的客人也受到感染 狗跟貓睡覺這個是很不適合的行為 會怎麼樣嗎 會造成他們之間人系共同的傳染 梅菌的感染 不僅狗狗不斷掉毛 狗主人也感染了頭陷出現紅疹 吊髮禿頭嚴重 經過治療終於痊癒 狗主人嚇得直說雖然愛狗 但以後還是得多加注意清潔和衛生 中天新聞廉家慶 台中採訪報導